好同学们 搞定了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这是这一部分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民事赔偿的主体 换句话说发生了虚假陈述行为 你损失了你应该找谁去要这个赔偿 好要搞定民事责任赔偿的主体 你先得知道责任的类型有哪些 不同的责任类型一定是对应着不同的主体的 而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民事类型 一共有三大类 分别是无过错责任 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 所谓的无过错责任指的是承担责任 不以过错为前提 这件事只要发生了 你就得承担责任 我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有错的还是没错的 这个往往针对的是直接责任主体 比如说发行人 比如说上市公司 发行人只要在本次发行文件当中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诸纳遗漏 上市公司只要在报送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当中 出现了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诸纳遗漏 没什么说的 发行人上市公司 你就是责任赔偿的主体 那发行人也好 上市公司也好 他们是法人 这件事一定是一些自然人在干的 对吧 但是不管 上市公司 发行人 直接责任 好 那第二类叫过错推定 所谓的过错推定 指的是 只要这件事发生了 我们就认定为 你是有过错的 我们就推定 你在这件事当中 是有问题的 除非干嘛呢 你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没责任 这个往往针对的是那些 可能直接参与了虚假陈述的具体人员 比如说 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那我们认为这个虚假陈述就是你们做出来的 你是直接责任主体 可能直接参与 对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除非你举证能够证明自己没错 这就叫过错推定 好 第三类呢 叫过错责任 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在这件事当中 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有错的 否则你就不能让他承担责任 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 针对的是那些可能间接参与到 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当中的人 通常呢 是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方 比如说 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 他在这件事当中是知情的 但是他原则上 不能够直接参与到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 那如果我们能够举证证明 他在虚假陈述当中是有过错的 才能让他承担责任 否则是不行的 三类责任类型 对应三类主体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首先第一类是无过错责任 针对的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也就是直接责任主体 上市公司 发行人 对吧 如果他们没有按照规定去披露信息 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 定期报告临时报告 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存在着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当中遭受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你看 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这就是虚假陈述的四种表现方式 只要这四种表现方式出现了 导致投资者在交易当中遭受损失了 那你就得赔偿 我不管你有错还是没错 好 接下来 第二类 过错推定责任 针对的是什么 可能直接参与到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 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以控制人 董监高 还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保健人 承销的正向公司 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这不是直接参与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求他们与发行人承担什么责任 连带责任 除非什么 你能证明你没错 所以后边接了一句 叫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除外 好 这个点 注意一下 在2020年 是考过主管题的 好 既然这个点能考 那对应到下一个点 证券服务机构 比如说为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人事务所 我们要求其余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为什么 你做审计的 他财务报告造假了 那你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吗 除非你能够举证证明 你已经什么 完成了相应的审计程序 搜集了相应的审计证据 已经按照审计诊责的规定 做了所有的工作 但是确实人家的造假比较隐蔽 你没有发现 不是态度问题 是能力问题 对吧 没有过错吗 制作出具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给他人造成损失 应当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除外 所以考试答这一条的时候 对应的是什么人 案例分析题里边会给你 需要你答出来的就是责任类型 你把连带责任这四个字写出来 然后把能证明无过错除外写出来 你就能够得满份 如果写一半 那就得一半份 其实挺简单的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大家注意一下 对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他们很有可能是直接责任 什么情况下他们是直接责任 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 如果他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的 你说一个上市公司 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要出具一个 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呢 是吧 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去操作 那么如果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他们在背后指使 那他们才是真正的责任人 幕后黑手 所以导致原告在证券交易当中遭受损失了 原告就可以起诉 请求直接判令 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赔偿责任 那么发行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 也可以要求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赔偿实际支付的赔偿款 以及合理的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 换句话说 幕后黑手才是最可恨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告他 如果发行人承担责任之后 也可以要求上市幕后黑手去赔偿 好了 接着往下来是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 针对的是什么 间接可能导致虚假陈述的 我们讲了主要是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要想让他承担责任 必须证明他在虚假陈述当中存在错误 你看第一个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以及发行人的供应商客户 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 借款给他的人 对吧 如果是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他自己提供的信息不符合真实准确完整要求 导致了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的虚假陈述 这是不是他的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下 原告就可以请求判令该交易对方 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去赔偿 由此导致的损失 好 第二条 针对发行人供应商客户 还有金融机构的 叫有证据证明 七 明知发行人实施财务造假活动 仍然为其提供相关的交易合同 这不是参与了吗 是不是 明知 还提供 提供的是什么 交易合同 发票 存款证明等 予以配合 或者故意隐瞒重要事实 致使发行人 他的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 原告也可以请求 判令其与发行人等责任主体赔偿 由此导致的损失 还有一个故意隐瞒 这两种情况下 那你作为原告 你就得去举证 如果是过错推定责任 那作为被告主张自己免责 是由他去举证 举证人是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责任主体过错的界定 责任主体的过错呢 是两类过错 一类呢叫故意 一类呢叫过失 这个实际上是很好判定的是吧 所谓故意 这是主观上的主动的 故意制作出具存在虚假陈述的信息的披露文件 或者明知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 而不予指明予以发布 故意明知 这是判定 过失呢 过失指的是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 对信息披露文件中 虚假陈述的形成和发布存在着过失 比如说董事他违反了勤勉务 他以我不太懂行 我刚接触时间不长 傻白甜的那些理由嘛 是吧 为什么那些理由不能够成为单独的抗美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属于过失 他是属于未尽勤勉务的表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发行人的董监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过错界定 前边呢是过错类型 你了解有两类 一类是故意 一类是过失 那么后边这些具体的过错界定 才是我们考试当中要求要重点关注的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发行人的董监高 还有其他直接责任人 我们怎么去界定他的过错 在界定的时候 法院要考虑的这些因素了解就行了 因为毕竟你们不是法官 考试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站在法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吧 但是你得知道他决定的标准有什么 所以对应着是让你去理解后边这个支持的和认定无过错情形的原因的 那我们要从他们的工作岗位的职责 在信息披露的资料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 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 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具体的措施等实际情况 实际上是四个主要的方面 去考量他在整个的虚假陈述的过程当中 是否勤勉尽责 是否存在过错 好 那我们来看看后边的具体的主关题的考点 其中法院不予支持的借口和法院认定无过错的情形 这两个在我们的2022年的主关题当中都是有所涉及的 其中不予支持的借口 董监高级职业责任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质的相关证据 他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 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 相信发行人管理层提供的资料 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 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傻白甜白吃饭吗 对不对 你傻白甜白吃饭 那这个你是有过失的 你没有勤勉尽质的 对吧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一定会提出具体的看片理由 你就答这个理由 法院不支持就行了 你只要判定他是傻白甜白吃饭就不行 那么法院认定无过错的情形是什么呀 很简单 你已经勤勉尽质了 对吧 发行人的董监高 无法保证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有意义 他干嘛 他得依法以书面的方式去发表辅具体理由的意见 并依法披露 这个我们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过错 但是如果在审一审核相关披露文件时 你投了赞成票 那么对不起 你即使发表了意见也不行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 异议董事免责规定 他必须得是异议董事 对吧 得是在董事会上投反对票 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 在这实际上界定的方式是一样的 得两个条件都满足 第一个就是在审议审核信息的时候 你得投反对票 然后你还得去以书面形式发表了具体理由的意见 并且你要进行依法的披露 得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 才能认定没有过错 否则你缺失一项 那都是要认定为没有勤勉金责的 好 搞定了董经高和直接责任人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独立董事 他的过错决定 实际上这块主要是让你去判定 独立董事 我们认定他没有过错的情况 没有过错 第一类就是已经勤勉金责了 在签署的相关信息和披露文件之前 对于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 借助了会计 法律等专门职业的帮助 但是借助之后呢 仍然未能发现问题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他自身专业领域 所应掌握的内容 那不是他的专业领域 他不能说我就不管了 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那我借助专业领域人员的帮助 也就是法律 会计等专门职业的帮助 我找了律师事务所 我找了会计师事务所 那这种情况下 还没有发现问题 那我们认定为他也确实勤勉金责了 你不能真的去难为一个非相关人士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及时报告 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 发现虚假陈述后 及时向发行人提出异议 并监督整改 或向证券交易场所 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 一定注意啊 及时报告 不是说光报告就行 你得及时 及时是怎么体现的 一定是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 揭露日和更正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后面会具体讲 但是在这儿呢 咱们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揭露日 就是他存在着虚假陈述的情况 这件事最后被爆出来了 这就叫揭露日 什么叫更正日呢 就是他自己把自己 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说出来了 这就叫更正日 这是自我揭露的日期 那如果说这件事已经被揭露出来了 已经被他自己说出来了 你再去报告 有用吗 没用了 是吧 一定是在揭露之前 你去报告 这个才叫有立功表现 对不对 发现后要及时的 向发行人提出异议 并且监督整改 或者说是进行了书面报告 向谁 向证券交易场所和监管部门 好 接下来第三条是坚决反对 在独立意见中 对虚假陈述的事项 发表了保留意见 反对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并说明了具体理由的 但是呢 在审议审核相关文件时 投赞成票的出外 所以为什么我把它 提为坚决反对 是吧 首先第一个 你对虚假陈述的事项 发表了保留意见 反对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并说明理由 这个呢 是一种反对 可是如果你在后续的审议审核相关文件时 你又投了赞成票了 那你这个反对是不坚决的 对吗 所以我们叫一反到底 要坚决反对 投票的时候 也得投反对票 才可以 这一条 在2022年 考了案例分析 考了主管题 好 再有就是外力干扰 因为发行人拒绝阻碍其履行职责 导致无法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是否存在虚假陈述做出判断 并且要及时向证券交易场所 和监管部门书面报告 这一条大家注意一下 你被阻碍了 你不能说他不让我看资料 那我就不管了这事 那不行 是吧 他不让你看 你可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说明 对吧 然后关键在于 你得去报告 因为他一定有问题 所以这些条款 有一条能考 其实其他条款就都能考 那么除了独立董事以外 注意一下 外部的监视 职工监视 是参照独立董事 去适用过错的界定的 但是呢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考外部监视 考职工监视的概率不高 所以把独立董事抓一抓就够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保健承销等机构 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的过错界定 保健人 承销机构 他们如果认定为无过错 也得尽勉异务 那主要是针对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呢 是对信息披露文件当中 没有证券服务机构的 专业意见支持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类内容呢 我们要求他 要尽审慎的尽职调查的 叫做经过审慎的 禁止调查和独立判断 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该部分内容 与真实情况相符 第二类呢 是对那个信息披露文件当中 有证券服务机构 出具了专业意见的重要内容 因为别人已经出具意见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意见 进行必要的核查就可以了 经过了审慎的核查 和必要的调查复核 有合理的理由 排除了职业怀疑 并形成合理性来的 对吧 有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 有了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有了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了 人家是专业机构 所以我们就核查一下就行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机构 出具意见 那我们就要去进行调查 当然了 除了在证券交易所 去上市的以外 在全国股转系统 从事挂牌和定向发行 推荐业务的这些证券公司 也同样也要做相应的 这种勤勉的事务 也得去进行 尽职的调查和尽职的核查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是证券服务机构的过错接地 证券服务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 资讯评估机构 财务顾问等等 他们什么情况下 会被认定为无过错呢 那对于所有的证券服务机构来说 证券服务机构 如果依赖保健机构 或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基础工作 或者专业意见 致使其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虚假陈述 能够证明其对所依赖的基础工作 或者专业意见 经过了审慎的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合 排除了职业怀疑 并形成了合理信赖的 那么我们认定为无过错 依赖别人 我们对别人出具的意见 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和调查了 好 然后接下来 是对于会计之事务所的所有特殊规定 作为会计之事务所 他已经按照职业准则规则 确定的工作程序和核查手段 并且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 仍然没有发信 被审计的会计资料存在错误的 这不就是合理保证吗 对吧 我们不提供绝对保证 那我们只提供合理保证 所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 准则要求我做的程序我做了 是吧 准则要求我收集的证据我也收集了 但是对方造假太隐蔽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审计业务必须依赖金融机构 发行人和供应商 客户等相关单位 提供的文件 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不实的证明文件 结果呢 快选事务所呢 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 但是仍然没有发信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含证 对方给我们的回含 我们也看了 确实是对方亲笔写的 中间也没有假手他人 但是就是这个交易对手方 他给你造假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是吧 设计串通了 第三个 以对发行人的舞弊迹象 提出了警告 并在审计业务报告当中 发表了审慎的审计意见 我都已经对他的财务会计报告 出具了保留否定和无法表示意见了 我们认为他这块是存在着造假的嫌疑和可能性的 我们已经提醒了我们的报表使用者去关注了 那我还有什么责任 是不是 好了 看题 这是16年的一道单选题 说证券监管部门调查发现 一年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假公司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虚假陈述的行为 并且对投资者造成了经济损失 而乙呢 系假公司的董事长 问你下来关于乙 就假公司虚假陈述行为 所致投资者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一定看清楚了 他问的是谁的责任 如果他问的是假公司的责任 那假公司叫无过错责任 对吧 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你作为发行人 你在发行股票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虚假陈述 导致投资的损失了 我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是谁的错 你都要承担责任 好 关键他问的是假吗 他问的不是假 他问的是乙 而乙是谁 乙是假公司的董事长 那董监高承担什么责任 过错推定责任 我们认为这个造假 这个虚假陈述 就是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跟发行人承担连责任 除非你能够证明自己已尽忠实其免义务 对吧 有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显然C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是2014年的一道考题 这道题说下列主体当中 对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记载承担 无过错责任的是谁 过错责任 是交易对手方 过错推定责任 是可能直接参与的人 而无过错责任呢 就是直接责任主体 就是发行人 就是上市公司 所以你说选谁 当然选择A选项 所以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责任 责任类型和对应的人 一定要把它能够判定清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 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虚假陈述的内容 是具有重大性的 如果它的虚假陈述的内容 不具有重大性 那你让它赔什么 第二个就是 这个虚假陈述的这种重大的内容 一定跟投资者的交易行为 建立了相应的因果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上市公司说了这件事 投资者信了这件事 那导致它进行了股票的交易 或买或卖 而由此造成损失 如果说 它们之间不构成 直接的这种因果关系 那你要求赔偿 也是没有依据的 对吧 因此接下来 我们要分别从重大性 和因果关系角度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接力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虚假陈述的内容 具有重大性的判定 其基本规则 基本规则就是 你要求我去承担赔偿责任 那我作为被告 我作为上市公司 如果能够证明 这个虚假陈述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提出抗辩 人民法院支持 叫做被告能够证明 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 并以此抗辩 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法院支持 所以最主要的是 考试当中 他给你的具体案例 你得能够去看得出来 到底他属不属于 不具有重大性 你只有能够判定 他是不具有重大性的 那你才能够去判定 最终诉求 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对吧 那么虚假陈述的内容 具有重大性的情形 什么情况下 具有重大性 这就是 重点 三类 第一类 虚假陈述的内容 属于证券法 规定的重大事件 第二类 虚假陈述的内容 属于监股部门 制定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当中 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 或重要事件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东西 很简单 其实这块说的 就是我们在前面 讲信息披露当中 对于股票的交易价格 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 多少条 11条吗 对吧 那么你怎么就能证明 不具有重大性呢 如果你能提交证据 证明虚假陈述 没有导致相关证券的 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产生明显的变化 对吧 你看我这个东西 说完了之后 我这个股票这些天 它也没有涨 也没有跌 就在这个价格波动 什么涨跌幅度很小 而且交易量 是非常平稳的 这就是不具有重大性的体现 对吧 好 第三条 说的是虚假陈述的实施 揭露或更正 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 和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 即使不属于证券法 规定的重大事件 即使不属于监管部门 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 但是如果这件 这个虚假陈述的实施 揭露和更正 导致了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 巨大的波动 那这种情况下 也属于具有重大性 所以事实上 属不属于有重大性 关键在于 对于股票的交易价格 和交易量 是否产生影响 我们的考试 通常是以股票为背景 所以债券这一块 那十条 大家就不用 过分的去关注 但是股票的那十一条 既在要求披露的里边 要考 那在虚假陈述这一块 是否具有重大性 这也是会考的 这个内容 2022年 是考过主管级的 好了 重大性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 不用再过多展开来讲了 因为前面信息披露 那好已经说完了 那接下来 最主要的是 投资者的交易行为 与虚假陈述之间 要建立交易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投资者 因为信赖了该虚假陈述 进行了证券的交易 来吧 人民法院对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 考试的时候 这个点 几乎是 必考考点 认定交易因果成立的情形 三条要求必须同时满足 13年 16年 17年 20年 22年 自己数几次 就是 有我们考中心公布出来的 有据可查的题目 他就考了五次 那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公布的批词呢 你告诉我这个点 我说他几乎是必考考点 没冤枉他吧 所以对于你来说 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你就背下来就完了 是吧 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 信息披露义务人确实实施了虚假陈述 他确实说下话了 第二一个 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 直接关联的证券 你确实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 或者卖了这个公司的股票 是吧 是他做的虚假陈述 你买了别人的股票 或者卖了别人的股票 不行 第三个 原告在虚假陈述 实施日之后 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 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 你必须是在他说了瞎话之后 然后在瞎话公开之前 进行的交易 对吧 这个关键针对的是什么 是你被骗之后的卖出实力 或者被骗之后的买入实力 看清楚 如果说你在对方实施虚假陈述之前 就把你手里持有的这个公司股票 都卖完了 对吧 或者说在 揭露和更正日之后 你才 关注到这个公司 你才去考虑去购入他的股票 或者是 什么的 那你说 这个虚假陈述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一定 看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人民法院认定交易英国关系 不成立的情形 认定英国关系不成立 就不需要同时满足了 只要满足条件之一 我们就认定为 英国关系不成立 当然我们说认定英国关系不成立 这个一定是由被告来证明 认定英国关系成立 是由原告来证明 这是不一样的 好 怎么就不成立呢 第一条 叫做原告的交易行为 是发生在虚假陈述实施之前 或者是在揭露或更正日之后 这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针对的是认定成立的第三条 是吧 第二条是原告在交易时就知道 或应当知道存在着虚假陈述 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券市场广泛窒息了 昌子岛说我们的扇贝跑了 我们扇贝又回来了 我们扇贝又跑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对吧 第三个原告的交易行为 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之后 发生的上市公司收购 重大资产重组 等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 换句话说 它跟虚假陈述本身不构成 直接英国关系 它是虚假陈述实施之后 由于受到了上市公司收购 和重大资产重组的 这些其他事件的影响导致 好 最后一个就是原告的交易行为 构成了内幕交易和操纵 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 我们在前面讲过 虚假陈述的四种表象当中 其中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把它们三个排除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 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而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可能因为构成重大遗漏 而界定为虚假陈述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你的提前披露 而且是提前的部分披露 只针对于部分人 从而构成了内幕交易 如果是构成了内幕交易 你以内幕交易去进行认定和追责 那跟虚假陈述就没关系 是吧 在这里边考试 主观题考主要是针对于 法院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成立的情形 这个核心中的核心 谁不记 谁傻 往下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得去界定一下 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揭露日和更正日了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这个内容呢 是2020年考的主观题 2020年考的主观题 什么是虚假陈述实施日 就是他说瞎话的那天 你哪一天界定 他说了瞎话 这个跟判定因果关系是有关联的吧 你在他之前进行的股票交易 还是在他之后进行的股票交易 对吧 那么这里边针对的是三类情形 第一类情形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他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 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 以公告的形式去发布了 具有虚假陈述内容的信息披露文件 在网站上 在媒体上 而且是在规定部门的网站和媒体上发的 那他发的这一天 我们将其称之为叫披露日 是吧 就是报出来的这一天 我们就算为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好 那么如果他是在交易日收市之后发布的 那我们以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为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因为你如果不是交易日 他没有办法进行证券交易 所以我们就以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来 好 第二个 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 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等方式去实施 虚假陈述的 你的业绩说明会 只针对于一部分的人 是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关注他的业绩说明会的 是吧 那你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也是只针对于采访现场的这些人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开会 你接受采访 我们不认定为虚假陈述实施日 但是这件事如果报出来了 是吧 采访报道在报纸上发了 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 该虚假陈述的内容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上 首次公布之日 那如果这个首次公布日是交易日收视后 那我们就以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 好 第三类 是因为没有及时披露相关更正 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 或者为及时披露重大事件 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 这个呢 是从应该披露开始 应该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前面两类 说的是为 第三个说的是不为 如果你不做 就从你应该做的时间 到点了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所 这是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要能判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呢 比虚假陈述的实施日考的多 他除了在2020年考过以外 在2022年 也就是去年也考了主管题 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指的是 虚假陈述 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 电台电视台或者监管部门的网站 交易场所的网站 主要门户网站 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 首次被公开揭露 并未证券市场窒息 这里边特别强调一下 行业知名的自媒体也算 这个都是属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 全国性影响是大关键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揭露日的认定 那么具体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揭露日 怎么去认定 作为监管部门 如果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 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立案调查了 那么是我们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 我们作为这个证监会 认为他披露的信息里有问题 对吧 那我们对这件事一定是立案开始展开调查 我们把立案调查的这个信息公布了 那么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他是有问题的 否则证监会为什么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对吧 所以信息公开日 那如果是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管理组织 因为虚假陈述 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等责任主体 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开公布日 证监会的是立案调查 证券交易场所的叫做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布 这是一般情况下的揭露 好 接下来是特殊情况的揭露日的认定 如果说信息披露义务人 他实施的虚假陈述是连续状态的 我们是以首次被公开揭露 并为证券市场知习师为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因为虚假陈述所涉及的 一般都是发行人内部的信息 他的揭露过程呢 往往是呈现出那种不断接近真相的状态 是吧 今天有一篇报道 是吧 把这件事说了一下 但是呢 这个报道不深入 好 这件事出来之后 那大家就开始对着这件事去挖掘资料 挖掘资料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往外报 是吧 信息披露义务人 他实施虚假陈述成连续状态的 那么我们要从首次被公开揭露 并为证券市场窒息 开始算 好 第二类特别人 第二类特殊情况呢 针对的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他实施了多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的 既然他这个虚假陈述 他说的瞎话有好几个 那我报了这个瞎话 并不意味着那个瞎话被揭露了 是吧 所以人民法院应当分别去认定起揭露日 这是虚假陈述的揭露日的节定 很重要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是虚假陈述的更正日 更正跟揭露 其实都一样 就都是把这件 都是把这个瞎话大白于天下的日记 只不过揭露是别人做的 更正是自己做的 所以虚假陈述的更正日 你也可以理解为自行揭露日 叫做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 或者符合监管部门 规定条件的媒体上 指的就是全国性媒体 对吧 然后进行自行更正 虚假陈述的日记 需要更正日 所以揭露日或更正日 他们其实是一样的